哈喽,今天要跟各位分享我在英国留学的一个资金操控模式 以及出国费用大概要怎么抓 我目前已经在英国待下来快四个月了 然后我觉得我的方法还不错,是可行的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先谈论一下整个资金流动好了 我其实总共用了四个户头在处理留学的这笔费用 台湾有两个户头,英国也有两个 台湾的话有一个主要跟次要 英国也是主要跟次要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明 它每一个户头对我来说其实功能都是不同的 台湾的这个主要户头呢 我其实是拿来处理我的学费跟住宿费 然后里面其实是有存放一些英镑的 就是当我看到汇率好的时候 我会换一些钱存在这里面 但是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换太多 因为我们都不是汇率专家 所以当英镑跌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 然后有可能会赔一点 嗯,就像我 至于怎么汇款呢 其实我觉得要看各位的学校是怎么样子去跟你们请款的 以爱丁堡大学来说的话 学费它有一个选项,付款选项 叫做Western Union 然后这个呢,我自己是觉得很方便 就只要把这个学校给的invoice印下来 然后呢,拿着自己的存折或印章 诶,存折跟印章 然后也可以请你爸妈代办 直接去银行一次性的去转这笔费用 转到学校的户头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方法其实还蛮方便的 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学校就收到款项了 对,然后也不用怕前一时 就一切都非常透明公开 你可以直接到Western Union上面的平台去查你这笔款项的进度 还不错 好,然后至于住宿费的话 我自己是有申请学校的一个分期付款 对,它可以分成时期去缴 但是在缴的时候它其实是扣到的是台币的金额 就不会是扣到英镑 所以这部分大家要注意 如果真的有打算换一些钱 换一些英镑存在里面的话 要留意一下它扣款是扣到哪一个 再来是第二个 这个次要户头 也就是我拿来用信用卡自动扣角功能的户头 没错 其实我在英国这里的主要消费是用台湾的信用卡 至于为什么要用信用卡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超方便 当你下飞机的那一刹那来到人身地不熟的地方 你还要等着银行开户 也不知道开户要开多久 然后你要一直拿着现金去支付 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尤其是当英国的超商啊 他现金支付他是需要特别去排一个队伍的 然后开学周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在等银行的开户 所以呢 那一则的队伍很长 然后开户时间又很长 所以我觉得其实直接拿信用卡消费是最方便的 如果各位有打算去办信用卡的话 记得要去办一个回馈金高的信用卡 而且这回馈金是有办法去弥补掉海外手续费2.5% 而且要注意哦 这个回馈金有没有包含你所在的消费地区 以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目前用的是台新的Flygo卡 他的回馈的话是有到3% 但是记得大家去看一下当年度的回馈是多少 所以这3%呢他是可以cover掉海外手续费 然后还有弥补一些会查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打平纳 就是方便 然后没有赚没有赔还不错 然后再来选台新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在全家Familyward 他就有ATM 所以超方便的 我就把这个卡片呢 留在台湾 万一里面钱真的不够 真的不够的话 至少家人有办法去处理 帮我把钱存进去 让信用卡可以顺利的去刷 当时我在台湾就有把这两个户头呢 都有先设定约定转账 也都有开通数位账户 所以里面的资金是可以自己去调配的 举例来说 如果我信用卡消费的比较多 然后次要户头里面的钱呢不够了 那我至少可以把主要户头剩下的钱 把它转到次要户头里 让他去自动扣交 对 好 再来我们来谈论一下英国这里的户头 一样也是有两个 第一个 这个主要户头 它其实是我拿来存放 从台湾带过来的英镑 然后还有我的打工里面的钱 打工钱 对 在这边打工的钱 OK 然后还有一个是当成我的紧急救援 Plan B 首先呢 第一个 这个台湾带过来的英镑 其实我当时候只有带2000英镑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够的 因为还是很多 因为主要消费都是用信用卡嘛 而且说实在的 这边日常生活不太会刷到 不太会拿出现金 对 有些店家其实是根本不会收现金的 就连你到很传统的农夫市集好了 其实也都是用信用卡刷卡在消费的 嗯 好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从打工的钱 student visa它是可以打工20个小时 所以我有接学校的part time job 嗯 然后如果工作时数够的话 应该是可以去cover掉平常的生活费啦 嗯 再来呢 第三个 这个是 Plan B 对 这个Plan B呢 其实是因为我很担心 我在这边信用卡已失了 怎么办 对 所以我就开了这个户头 如果信用卡真的不见 然后我信用卡可以挂失 然后再请家人 想办法从那边的户头 把钱转过来 这个英国这里的户头 对 因为真的这样子的话 至少我还有金钱来源嘛 就不用到很担心 再来我们来聊聊英国的银行 这边的银行呢 主要有 HSBC Barclays Nordwest 然后苏格兰这边还有一个叫 Bank of Scotland 其实大家只要去查一下 住宿附近 最近的那个银行 然后去上网看他所需要的文件 然后看要不要预约 有些是要预约的哦 然后预约完之后去办理 这样就可以了 那所需的文件其实不外乎就是 BRP 也就是你在英国这里的身份证 然后你的护照 以及学校发的Bank Collector 只要拿着这几样东西 有些还会要求特别的 大部分都是这几样 去银行那边就可以办理了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英国这里非常流行用数位账户 然后呢其中有两个最出名的 就是Revolute跟Monzo Monzo其实是占比较多人会办的 但是Revolute比较好申办 所以我自己是办的是Revolute 那申请方式很简单 你只要把APP下载下来 然后呢去按照上面的指示 一步步完成 包含上传文件啊 或者是要自拍 然后这些东西做完之后 其实大概在三天以内就可以成功的把账户开启 我很喜欢数位账户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它有一个功能叫做一次性的账户名称 对我觉得很方便 举例来说 如果我在网路平台消费 或者是要在网路上订票的话 那我开启这个数位账户 然后按它的一次性的账户名称 那我就是填这个账户名称 填到网路平台上 让它去扣钱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自己觉得好像资安上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疑虑 比较安心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功能很棒 推荐给大家 至于有没有必要开通两个账户呢 我自己其实是觉得 可以 也可以只要开通一个实体的账户就好 不一定要开通数位的 但是我自己是喜欢把网路的消费的东西的钱 额外算开 就是不要移动到比较大资金的户头里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方式还不错 再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出国留学的费用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跟讨论的话题 以我自己目前粗估下来 大概会落在台币150万到200万之间 这个是整个一年的硕制生费用 包含学费、住宿费、生活费 还有旅游的费用 对 就真的花费蛮高的 好 那我一个一个来解释 是怎么样子去算下来的 首先第一个这个学费的部分呢 我们学校其实是比较贵 我是读的是爱丁堡大学的MAC Management 一年的费用是两万七千五英镑 然后这个是指我当时申请的费用 它今年度其实已经涨到两万九千五了 所以它是每年都在涨 就跟你在办签证的时候的费用一样 每年都在涨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申请学校的话 可以看一下当年度的申请的费用 或者是上年度的申请的费用 就是看一下它的涨幅是多少 去换算一下需要多少钱 至于说有没有申请奖学金 大家应该很关切 其实呢 我是有申请 但是没有申请到 OK 然后以这个奖学金的话 大家可以申请的是一个叫做 Chefening的奖学金 这个Chefening呢 它是英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然后非常非常的竞争 它大概一个国家 应该只有取两名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非常非常竞争的一个奖学金 但它是全额补助 所以很有吸引力 我自己有认识一位 是Chefening的得奖者 他是来自摩洛哥的一位同学 然后他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 他有自己的小小的business 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 口才非常流利 就是可以想象到 有得到这个奖项呢 一定是备受肯定 精英中的精英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申请看看的 好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 校内的奖学金 大部分的学校都会提供 部分补数的奖学金 那如果有看到又符合资格的话 也可以申请看看 我自己是没有申请到 没办法 我觉得我们学校优秀的人 真的太多了 但是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 真的要把握机会 因为真的来这边读书的费用 真的蛮高的 再来我们来谈论一下住宿费的部分 英国这里的住宿费落差很大 除了有城市间的差异 还有另外一个是房型间的差异 那我们一一来介绍 这个房型的其中最贵的叫做Studio 这个Studio就是指说你有一个个人的套房 然后再外加一个厨房 这厨房会在你的房间里 对 然后是小小的空间里面有一个厨房 对 因为在这里呢 其实大部分都会自己煮啊 因为在外面吃的太贵了 基本上你没有10英镑 是吃不到什么东西的 嗯 然后呢 再来另外一种房型叫做Flat 这个Flat 它有点像是台湾的家庭式的房子 然后呢 你会有自己的Flatmate 然后这些Flatmate呢 会跟你共用厨房 那你自己的房间呢 就看你自己是不是套房还是亚房 这个价格就会不一样 再来第三种房型呢 就是一般的套房 很不常见的 因为这个小套房呢 它其实是会配一个超大厨房 这个房型很少见 但是我就是住到这种房型 很特别 对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有可能会有机会遇到这种房型 对 所以以我自己目前来讲的话 我是住的是学校的宿舍 因为我们学校是有提供外籍生一年的保障宿舍 那保障宿舍的话 就代表说 你可以住学校里嘛 里学校近 然后又便宜 所以当然我就选它了 坏处的话就是 你是用抽签的方式 其实你不一定会抽到你喜欢的 以我自己目前住的房子呢 是一个小套房嘛 然后还有一个共用大厨房 它这个一年是7778英镑 然后是有含水电费 但是换算下来 一个月的台币是 啊 一个月台币是24,000 24,000 对 非常高 但是其实相比于其他不是学校的宿舍啊 已经算便宜的了 如果大家考虑到外面租房子的话 可以去找一下当地的学生宿舍集团 其中有一件比较推荐的 叫做United Student 大家可以上网看它的官网 然后看你的房心 然后以及它的费用 它的费用通常是用周来计算的 对 英国这里的话房子是用周来计算 然后再看你的契约要打多久 打月有的话通常还会有一些折扣 但是差不多多少都一样贵 对 所以呢 就是给大家参考咯 再来我们来谈论一下生活费 这样生活费 其实是很看自己所在的城市 以及你的消费习惯 那我现在是待在爱丁堡 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府 可以想成是英格兰的伦敦的概念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一级城市 物价非常高昂 对 然后呢 我自己的消费习惯的话 平常外食大概一个月是一到两次左右 所谓的外食就是指真的坐下来 好好在餐厅用餐那一种 然后一次一餐大概是500到1000元台币 对 很贵 但是没办法 就是真的在外面在这里啊 在外面吃饭就是这个价格 好 然后再来的话 平常也是喜欢参加英文博动 去看表演 大概一张门票是10磅左右 台币300吧 对 台币380 400块以内 还蛮便宜的 但是加起来其实也是钱 然后呢 再来是旅游的部分 旅游的话 我一个月会出去旅游两次 那目前都是在国内旅游 然后都是day trek 所以就是一天来回的旅游行程 目前的这种生活方式是 吃得饱、穿得暖 然后过得非常圆满 那这样子的生活费大概是 三百五十到四百元英镑 那这样换算下来是一个月一万五千元左右 台币 其实这个价格算是中间很中间值 我有很多同学都是比我更贵的 然后也有一些很少数的同学是 就是生活费比较低的 对 所以就给大家参考 出国留学证是一大笔巨额的费用 甚至说这个费用呢 已经足以去当头期款买房子了 但是反过来想 其实我是拿这笔金钱去投资自己 然后打开自己的视野 而且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因为我这几个月下来 我觉得这边的学习环境 通财间的交流 还有整个文化体验都是前所未有 而且在台湾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有这个机缘 申请到理想的学校 那就勇敢去闯吧 这次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可能回复大家 如果想知道出国的真实样貌的话 欢迎追踪我的instagram happyplus.blog 它是我的英国留学日志 每天都会有更新的内容 那就这样,拜拜 1 1 2 2 4 5 5 6 6 2